福里乡第二十二届吴江村村长在113年3月20号 经台湾高等法院花莲分院判决当选无效确定 依据地方制度法第79条第一项解除村长职务 而补选后由代理村长徐天龙顺利当选 第二十二届吴江村村长并举行硬性交界仪式 福里乡第二十二届吴江村村长在113年3月20号 经台湾高等法院花莲分院判决当选无效确定 依据地方制度法第79条第一项解除村长职务 福里乡第二十二届吴江村的村长并举行硬性交界联礼 整个我们更努力的为我们福里乡 还有我们吴江村各村申请一点好的成绩给大家 谢谢 来到这边也在一起有一年多的时间 他真的是非常的爬死没人 而且什么事情都是准在第一线 都准在第一线 每一次就算他说还有暂时的先下去 这个村长那个职务 但是他也是非常的关心 他村子变的大大小小的所有相亲的事情 徐天龙曾任二十二一届吴江村长 以及第二三届社区理事长 任吴江徐守分队长时几年之久 非常热衷于服务的工作 也是受到地方喜爱的人士 江东城表示 相信他的资历一定让村务正常运行 记者高雄双副理箱采访报道